主料,白芸豆500克,鸡蛋黄两个,主料,棉白糖200克,麦芽糖40克,黄油40克,抹茶粉15克,万月梅10克,酥面粉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准备白芸豆。 制作之前,先将白芸豆泡水里过一夜,水料高过豆子两倍,豆豆子泡软了去皮,用高压锅蒸熟,蒸得软烂,将白芸豆碾烂,放入锅中炒到水分蒸发,倒入棉白糖,继续炒,加入麦芽糖,用中火炒干,将蛋黄和15g的白芸豆搅拌均匀,隔水蒸熟,用刷子过筛将蒸好的蛋黄倒入馅料中搅拌均匀,加入黄油。 搅拌至创粉溶解在馅料中,请一半根据馅料的软油程度适当地加入熟面粉,搓成团,加入抹茶粉揉到颜色分布均匀,切碎的万月梅感,用另一半没有加面粉的云豆馅料加入万月梅,将抹茶团包在外面,万月梅包在里面,用月饼模子压实,月饼表面刷上一层水,混入熨热180度的烤箱,烤15分钟即可。 烹饭技巧,以我这里的月饼熟面粉没有放很多所以看起来软软的,如果要坚挺的可以多放一点熟面粉。 二,这里除了放抹茶粉,也能放其他的可可粉啊,咖啡粉啊,根据自己的喜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